第211章 神器才有的特性 唐三默默地凝聚精神力,缓缓注入破天锤之中 顿时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就像是进入了一汪温泉 精神力变得暖热,竟有种越来越旺的感觉 这就是天火金铁的特性之一 它对任何物体都有着超强的灼烧性 但对精神力反而有温氧的作用,也会被精神力所支配 暖热的感觉渐渐变渐强,但远远说不上赤裂 唐三默默地感受着精神力的变化,持续保持着对它的精神力注入 第一次与天火金铁进行精神交融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按照唐三的估计,至少要72小时才能完成交融 这也是为什么天火金铁的奥秘一直没能被妖怪族和精怪族发现 或许他们会用精神力去探查,却绝不会对其保持这么久的精神滋养 就算是神识层面的精神力,同样需要很长时间 体积越大的天火金铁,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 将天火金铁进行塑形,估计都耗费了妖怪族的锻造师很多功夫 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而唐三需要做的,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注入精神力 只要完成了第一次精神交融 这块天火金铁就相当于是认它为主了 未来就算落入他人手中,也不可能为其所用 这也是天火金铁的珍惜之处 一块天火金铁只要被精神力浸润过了 那么就只能是原主人使用 原主人不在,那么天火金铁也就废了 现在的精神力已经完全液化 持续温养天火金铁72小时对唐三来说毫无压力 这还相当于一次对他精神力的提炼,非常有好处 等他能够进入神级的时候 这块天火金铁带给他的帮助才是真正巨大的 唐三在床上盘膝坐下,默默地注入着精神力 全身心的温养这柄破天锤 去感受天火金铁的变化 呼吸之间逐渐进入入定状态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从入定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房间中多了一个人 他心中不禁一惊 以他的精神敏感度 竟没有发现房间中的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但是,他下一刻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此时,他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之海内是一片炽热的 原本的金色海洋现在多了一层赤红色 液态的精神力不断流低而出 注入自己手中的破天锤之中 然后再从破天锤内流回自己的精神之海 而且,伴随着他的呼吸 破天锤上面的红光明暗不定地闪烁着 当他吸气的时候 破天锤上的光芒就会随之收敛 当他呼气的时候 光芒又会变得明亮 非常奇异 更让唐三惊喜的是 他发现 自己精神之海中的精神力 在本身强度没有减弱的情况下 体积竟然缩小了超过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 他的精神力进一步浓缩了 让精神之海能够容纳更多精神力 这绝对是大好事啊 他也没想到 当天火晶铁足够多的时候 居然会对精神力产生这样的作用 而且在这样的滋养下 他的那一缕神石 似乎都增强了一分 老师 唐三看向坐在桌边 同样闭合着双目 似乎是在冥想的张浩轩 张浩轩下一刻就睁开眼眸 朝他看来 眼中带着几分如是重负 你总算是醒过来了 我真怕你出事 唐三惊讶地道 我冥想很久了吗 张公轩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七天了 你说呢 七天 唐三大吃一惊 原本在他看来 他最多三天就能完成与天火晶铁的精神交融 而且 过程中应该不影响他做其他事情 只需要一直带着天火晶铁就行了 却没想到竟然一下冥想了这么长时间 我回来找你的时候 就发现你已经进入了深度冥想状态 怕别人打扰你 就在这守着你 没想到你这次深度冥想直接就是七天 你手中这锤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太大的感觉 但时间长了之后 我发现它好像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连光芒的闪烁都和你的呼吸是同步的 唐三点了点头 道 这块金属非常奇特 当时拍下它 我主要是看中了它的特性 想着对它进行一定的改造之后 能够将它当作一柄非常好的锻造锤来用 但现在看来 不止如此 它还有温养精神力的作用 我的精神力有着明显的增长 也更纯净了 温养精神力的金属 张浩轩一脸的不可思议 给我看看 唐三文言 将手中的破天锤递了过去 当破天锤离开它的手的时候 它顿时感觉到 从破天锤那边竟传来了一丝委屈的感觉 情绪 这块金属已经产生情绪了 这显然和七天以来 受到它的精神力洗礼有关 破天锤落入张浩轩手中 它只觉得手中一沉 紧接着一股炽热的感觉传来 使得它差点松手 要知道它的妖神变可是火属性的 对火焰的抵抗力不是一般的强 张浩轩赶忙调动自身的血脉之力 才勉强拿稳 石头看向唐三 一脸的惊讶 之前在唐三手中 他似乎感受不到这温度 当张浩轩继续用精神力 尝试着向内探查的时候 瞬间就碰壁了 他的精神力根本无法注入天火精铁内分毫 直接就被反弹回来 整个破天锤就迸发出炽热的高温 张浩轩全身亮起一层红光 就连精神力也仿佛要被点燃了一般 张浩轩忙一松手 破天锤直接从手中滑落 唐三赶忙右手一挥 以控贺秦龙宫将破天锤抓回到自己手中 说来也奇怪 破天锤落入他手中的瞬间 红色光芒瞬间收缩 又变成了有黑的样子 能认主 这不是神器才有的特性吗 张浩轩看着唐三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是的 在他的认知之中 只有传说中的神器才会认主 这柄破天锤 在老师和在他手中的状态完全不同 这分明是认主的表现 他们用那么点元素必买了个神器 唐三默默地感受着破天锤的变化 回到他手中之后 破天锤立刻传递给他一股欢欣雀悦的情绪 就像是回到了父亲身边的孩子一般 这天火晶铁的特性 很可能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呀 唐三前世见过天火晶铁 但要么是已经认主的 要么是体积很小的 和这块有不小的差距 这么一大块 真的是好东西啊 通过注入精神力 他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调动天火晶铁内部的天火威能了 然后就是要改进上面的法阵 不过这会比较难 需要用精神力一点点低去打磨 目前这柄破天锤 除了被他激发的天火之外 就只有原本的破碎特性 神器说不上 但确实是很奇妙 好像我的精神力可以与他相连似的 唐三说道 张浩轩看着他的眼神明显有些古怪 难道这小子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子不成 为什么自从他来到这里之后 他就一直在飞速地蜕变 这才多久 竟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进步 完 作者 唐家三少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你会说最后的息子 有些什么 替我留他们达的 吗 今天